福布斯时时负好榜财好榜,许家印身家达到414亿美元,超过马化腾的410亿美元,成为中国首富。 近期,恒大健康股价持续大涨,平平创出历史新高,及至最新,该股今年股价降幅暴涨仅450%,恒大健康股价大涨是于今年6月26日,当日暴涨66.16%, 而此后至今又大涨超过一倍多,自此,此前的小公司,恒大健康已成为千亿市值公司,入主假月亭的法拉比未来,成为其股价暴涨的核心因素。 6月25日,恒大集团其效恒大健康发布公告,以67.4671港元收购向港石影公司100%股份,从而获得45%的Smart King公司股份。 这意味着,恒大成为Smart King第一大股东,公告着,这笔交易已在6月18日,通过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批,除了恒大健康暴涨外,取家宴最大筹码中国恒大,也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。 尽管上半年股价表现不佳,得以于7月以来的强势表现,中国恒大股价年内历史大涨超百分之十,成为表现最好的那房股之一。 进入7月份以来,中国恒大股价持续爆发,7月大涨超百分之百,8月以来涨幅以高达38%水平,距离历史高外支持之遥,良好的经济是其股价大涨的最重要因素。 由于中国恒大和恒大健康的强势表现,许家宴身家猛涨,根据福布斯十十副好榜排好榜,许家宴身家达到414亿美元,折合超过2800亿人民币,超过马化腾的410亿美元,成为中国金首富,值得一提的是,而就在今年3月,公布到2018年福布斯,全球亿万福布斯富豪榜。 许家宴身家只有303亿美元,许家宴能够登顶首富。 另外一个原因是对首身家出现缩水造成,这比今年3月份公布的2018年福布斯,全球亿万福布斯富豪榜。 马化腾身家缩水43亿美元,而马云身家保持不变。 相应持股方面,腾讯控股今年股价跌幅接近百分之十,阿里巴巴股价小幅上涨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